现在他别说是上班 就是躺着不动 喘气都费劲 于是赵景棠决定 必须要跟矿上讨一个说法 他也没有钱 他压个人民人出面管 他就不管 到现在他也不管 原来就在赵景棠看病的那段时间 徐家大钩煤矿停产了 企业的法人不知去向 矿工们也都被遣散了 赵景棠也是从那时候才得知 矿上染上吸肺的工人 并不止他一个 咱们徐家大钩煤矿 是1988年开始设计监警 然后按照计划是2018年 10月底关停 2013年10月份 咱们这个矿停电停产 这个矿在生产的时候 有工人预计800多人 在停产之后 发现存在这种工商人数 大概有20人左右 煤矿停产 健康的矿工们 还可以暂时自谋生路 但是跟赵景棠一样患病的 这20多名矿工 却是走投无路 光是治病的这笔开销 他们都承担不起 首先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就是 企业因为停产之后 没有效益 然后第二点 是企业还承担了一部分外债 第三点 是因为法人 因为个人原因 脱港了一段时间 第四点 是因为企业 还有十多月工资没有发 所以说企业没有能力 来承担工商 这部分人的补偿问题 我们下车的补偿问题 我们下车的补偿问题 就会有点赞 所以说企业 我们下车的补偿问题